斗魄 只无上之境 第六十六集 据西城有着全大陆最快速安全的重动传送阵和最稳定的社会治安 但要维持重动的传输和城区的治安需要十分庞大的开支 这些开支则是由六大势力共同组成的城市管理机构来支付的 据西城里的任何交易都要上缴交易金额10%的税收 不论盈亏都由六大势力分摊 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家商贩以及各种其他势力来据西城交易做买卖 六大势力各出绝招 不仅统一把重动传输的费用降到很低 把城区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各自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商区 人族区最有名的就是赌场 坐落在人族区重动正对面的极尽奢华的望京大酒店 就是全大陆最大的赌场 人族区的饮食也是最有特色的 魔族区有全大陆最大的人口市场 说是人口市场 其实是发布任务和租借拥兵的场所 在那里你可以发布各种任务 或者不庸人与你一起去帮你寻宝 当然需要支付不菲的费用 妖族区有最血腥的决斗场和赌斗场 在那里你可以压住 也可以自己下场与仇家赌斗 或者生死决斗 这一切都会受到公正 那里是聚西城唯一可以打斗的地方 决斗场更是聚西城里唯一可以合法杀人的地方 丹殿区 最出名的自然就是丹药和各种药材的出售 几乎所有准备出去历练的强者 都会去一趟丹殿区补充历练需要的丹药 商盟区有最庞大的货物交易场所 淘宝市场 各种物质和各色稀奇古怪的宝贝应有尽有 但是这也很考验个人的眼力 也许你能花极低的价格逃到稀罕的宝贝 也可能花昂贵的代价买到毫无用处的东西 商盟区最让人记得的 是一家超级拍卖行 大商拍卖行 说它超级不仅仅是因为它大 而是几乎一半以上的宝物 都是由它经手拍卖的 那是各大势力巨头经常光顾的地方 影子盟区则另有特色 影子盟已出卖情报和接受刺杀任务 或大型行动文明大陆 色情场所无疑是最能打听到各种情报的 这里的风月场所无不极尽奢靡 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应是女郎环肥艳寿 绝无庸之俗粉 个个极品之质 服务也是极端周到 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这里做不到的 是斗地大陆最有名的销魂窝 了解完这些信息 硝烟对聚西城的详细分布 有了具体的概念 知道了丹殿区和商盟区 才是自己要去的地方 公子购买药材 可是自己要用啊 萧炎耳边传来月少龙的声音 萧炎点点头 没想到萧公子还是炼药师啊 使劲使劲了 极品啊 月少龙开始和萧炎闲聊了起来 刚递之一瓶而已 萧炎有些不好意思 哎 公子不要自签嘛 炼药师可是地位很高的 这炼药啊 我是不会 但我觉得 说难很难 说不难 也不难 机缘到了 提升起来也不一定很慢的 哦 愿问其详 萧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调 自是颇感兴趣 我就随口一说 萧公子可别当真啊 月少龙轻描淡写地说道 前辈之说 萧炎颇为好奇 愿 公文其详 萧炎很真诚地说道 炼药之道 都知道很是艰难 但眼前这位强者 似乎别有见解 萧炎 当然不想错过 呃 那我就信口说说 月少龙很谦虚 炼药之道 看似艰难无比 好的炼药师 也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但是 细想之下 要成为优秀的炼药师嘛 无非 只需要六药素 说着 右手伸出了拇指和小指 这第一嘛 自然是需要大量的药材 只要有钱就能做到 这第二呢 就需要药方了 一副好的药方 不仅有事半功倍之效 而且还能赚来大量的钱 第三 得有一尊好的药顶 能降低消耗不说 还能提高成功率 更快进阶 说到这里 月少龙停顿了一下 看着萧炎 萧炎会议的点点头 表示赞同 看到萧炎赞同的表情 月少龙接着说了下去 第四 则需要纯熟的控火技巧了 火候的掌握之重要 相信公子一定深有体会 第五呢 还得有强大的灵魂之力 不然支撑不住 长时间的炼制 最后嘛 当然要有强大的力量 来迎接丹雷 不然功亏一篑 信口之说 不知萧公子以为然否 萧炎顿时对月少龙 产生了些许佩服之感 自己作为一名炼药师 都没如此去总结过 炼药的几大要素 而眼前这位自称 不会炼药之人 却总结分析的一丝不差 按道这个月少龙 还真有才 难怪能做到 全大陆最大拍卖行的乡里 萧炎按赞一声 点头不已 前辈高论 萧炎受教了 月少龙并无得已之色 依旧是平和地盯着萧炎的反应 萧炎此时表面上不懂声色 心里却在一一对照 月少龙之分析 药方 不用说 有 而且是老魔皇 毕生收集的绝品药方 料来不会差 药顶是燕木顶 炼药的神器 几乎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控火的技巧 萧炎还是有自信的 并且是融合了混沌盛宴 和地暴天火的天火 灵魂之力 地境 现在看来略低了点 但是也不算差了 更何况还有血灵觉的存在 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丹雷 是萧炎最不担心的 不仅不需要担心 反而还有所期待 龙翼实力的提升 可就全靠它了 六大要素里 唯一欠缺的 就是钱 萧炎没有钱 身上仅仅一千龙文币 要炼制修髓单 简直是做梦 买一株宾兰芝 就要花费几百 更别说 还得先从地支一品 提升到地支五品 想到这里 萧炎短叹了一口气 月少龙看到萧炎叹息 平和的神情 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萧公子何故叹息呀 这第一条 就已经难住萧炎了 好了 打扰前辈不少时间 萧炎谢了 哦 不去药族了 公子可有具体打算呢 月少龙表现出了 善意的关心 嗯 先去丹店去看看吧 萧炎回道 现在她想要提升 炼药术的心情 有些迫切 炼制出修髓单 是她急切 想要达到的目标 哦 丹药交易市场 离丹店区 虫洞镇出口 尚有些路程 正好我也要去那里 采办一些丹药 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 我就陪公子一道吧 月少龙主动提出 同路的建议 萧炎文言微微一笑 她知道 这是个借口 她猜想 作为拍卖行箱里的 月少龙 一定是对自己的 六星磨合还没死心 但是自己 没有回绝的理由 最主要的是 萧炎对月少龙 颇有好感 两人结账起身 便向虫洞阵行去 一路上 不少行人 与月少龙点头招呼 看来月少龙的 熟人还不少 突然 月少龙停下脚步 表情略微严肃地 对萧炎说道 公子呀 忘了叮嘱你一件事情 很重要 为了你的安全 希望公子 不要对人 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萧炎文言就是一愣 不过很快便心领神会 自己现在的名气太大了 月少龙的提醒 很是善意 萧炎点点头 向月少龙投取感谢的目光 心里对他又多了几分的好感 不一会儿 就到了重动镇 走出丹店区的重动出口 没有出人族区重动出口时的震撼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感叹 耳边密集的丹雷声不断 入目的是地势低洼 占地庞大的四合院群落 一眼望不到尽头 由八条梯阶连接着城区 每个四合院都有一个主店 主店的屋顶直立着一根长长的壁雷针 四周被若干间平房包围 站在虫洞出口处 俯视整个院落群 无数个院落构成一幅奥义深奥的学妙图案 颇有章法 这就是每个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丹店 怎么样啊公子 丹店的规模大得让你惊讶吧 月少龙站在硝烟身边 看着硝烟显现出的神态问道 硝烟一边慢摇着头 一边说道 没有惊讶 只有感叹 太大了 每个第一次见到丹店的人都和你一样 对了 你还没有考核登记吧 既然来了 要不要去考核登记一下呀 就我这地支一品 硝烟担心品级太低 会不会被接受注册 一品也是炼药师嘛 好吧 去考核一下也好 作为炼药师 硝烟自然对丹店也是向往的 两人走向一条梯阶 射击而下 从梯阶上往下看 下凹成圆弧形 远远远的连接着一栋供殿般的陵屋建筑 来到殿堂门口 门梁上横着五个大字 考核登记店 硝烟和月少龙走了进去 只见殿堂的中间摆放着两张桌子 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一位老者盘腿坐着 闭目打坐 另外一位中年人打着盹 两人的身后 是十来间考核用的炼制丹药的房间 硝烟轻咳一声 老者慢悠悠地睁开眼来 看向硝烟二人 考核 中年人也停止了打盹 立即拉开桌子的抽屉 拿出一个登记簿来 硝烟点点头 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老者眼睛又闭上 磨磨蹭蹭地问道 我一个人 硝烟回道 另外一个出去 老者仍旧闭着眼 语气冷冷地说道 月少龙摇摇头没有言语 转身走出了殿堂 在殿堂门外 等候硝烟 考核极品呐 老者还是闭着眼 开口问道 地之一品 老者眼睛猛地睁开 一丝兴奋的金光闪烁 侧头与中年人对视了一眼 立即就恢复到了刚才的神态 没好气地说道 一品就是一品 别地之一品 这里都是地之品 老者嫌硝烟多回答了两个字 硝烟眉头微微一皱 心里一下有些不爽 但还是忍住了 考核哪种丹药啊 老者停顿了一下后 继续问道 万古丹 硝烟只练制过万古丹 自然是选择万古丹了 先去登记 老者边吩咐硝烟 边从手指上的纳戒上 翻腾出各种药材挑选起来 中年人说话了 过来登记 叫什么名字呀 硝烟走到中年人跟前 硝 颜硝 他突然想起了月少龙的听众 中年人在登记簿上 写下颜硝两个字 抬头看了硝烟一眼 交钱 呃 交钱 硝烟随口疑问了一句 废话 难道免费出药材让你考核 这边老者的声音传来 瞪着硝烟凶了他一句 哦 要交多少钱 硝烟没有生气 看到老者的桌面上 已经配好的一副万古丹的药材 心道 这也许是考核需要统一的配药 出材料费也是应该的 五百 老者语气依然那么不善 硝烟从纳戒中 取出五百金币递了过去 金币 你当是买杯水呀 龙文币 老者声调 一下子高了起来